今天凌晨4点5分 彰化皮头箱提头路 一处三合院是发生了火警 可以看到天空是一片红彤彤的 大火不断窜声 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了36人 14辆的消防车跟3辆救护车 赶抵现场救援 却发现里头有一具遗体 已经明显死亡了 警察是高龄99岁的老妇人 燃烧面积出估20平方公尺 相信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请不吝点赞订阅